养生方法千百种 而你适合哪一种 在亚洲因为中华文化的关系 而我们延伸出来了 很多种所谓的民间医疾 像是原始点 像是拉筋拍打 像是平甩工 而到底哪一种健身方法 哪一种民间医疾 能够适合你呢 接下来的这个星期 我就会对这些民间医疾 做出一个排名 依据它的有效性 依据它的简易性 依据它对时间的需求 而锁定前面五名 我个人觉得最好的民间医疾 那你了解了过后 你就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状态 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性 去选择哪一种民间医疾 能够融入你的生活 那么什么叫做民间医疾 民间医疾就是说 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 它在不需要任何的专业医疗背景的前提下 也能够实行 而且带有医疗作用的一些养生技能 我就称它叫做民间医疾 我个人认为在现在跟未来 民间医疾会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你能否在这个人生中 能不能很好地去体验人生 会不会民间医疾就是最重要的根据点 为什么 民间医疾对慢性疾病 对文明病 对亚健康带来很好的效果 现在的西方医疗学 它在解剖学 它在病菌学 都取到了一个很好的成就 可是对慢性疾病 可以说是一筹莫展的 我来打个比方 像说肾病 肾衰竭 他们去洗肾 我们没有听过有些人 洗肾 结果洗到肾好的 我们也没有听过一个人 吃安眠药 吃到睡眠越来越好的 也没有听过说能够把高血压 糖尿病的这些药 吃了停了过后 而且还能够越来越健康的 所以相比之下 慢性疾病应该是要从内而外去调理的 而中医所说的五行调和 五脏六腑的七核 就更能够治标志本地去根治这些所谓的慢性疾病 可是因为现代的中医生 数字也称之不齐 很多人甚至把中医当成是了一个健身学院 每个星期都要去光顾中医 而几年下来 所消耗的时间 所消耗的金钱 不是每个人都能承担得了的 所以在西医跟中医之间 我就强调所谓的民间医疾 而民间医疾强调的刚刚好 是这个社会所稀少的 他挪用了中医治标志本的逻辑 再配上居家那么容易能够实行的技巧 让每个人在家都能启低自己的治愈能力 重新修复自己的器官 而达到身心灵的平衡 这个是我为什么在接下来这个星期 会特别仔细地去跟大家说 什么叫做民间医疾 如果你想要你的健康更上一层楼 而且在又不需要多花时间 多花金钱的情况下 也能达成的 那就锁定接下来一个星期 我们频道的一些视频 那记得like我们的Facebook专业啦 谢谢